针对民进党议会党团 只以罗东公保区机关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 让小巨蛋没了离世 县政府秘书长林茂顺表示 当时县政府推出南北水网计划来解决水患问题 将禁建50年的公保区解编 在107年1月的都市计划主计划 以及7月的西部计划 这块土地都是编定为住宅用地 曾经得代理县长在107年8月才变更为机关用地 不过在108年的1月内政部来文 要求重新做财务规划以及可行性评估 县府才会变更这块土地回原来的住宅用地 当时107年8月变更为机关用地之后 我们把整个驱断征收的计划 在陈代理县长在去年的12月24号 由宜兰县政府发文到中央 来提报这个财务计划来办理驱断征收 但是在今年县长林县长上任之后的今年1月份 我们收到了内政部的一个回文 那回文主要的内容提到的就是说 对于我们这一个驱断征收的财务计划里面 还有很多要厘清的一个部分 包括他的一个财务计划等等 他的一个可行性 以及他的一个必要性等等 所以因为在今年1月 我们收到这样子的一个公文之后 那也跟县长来做一个报告 那县长也体会到就是 罗东的一个境界已经50年了 好不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要赶快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呢基于这样子的前提 我们认为财务计划要怎么样能够让它可行 再加上在刚刚提到 107年1月的主要计划通过之后 其实他的规定是三年内 要完成驱断征收计划的公告 那也就是到今年1月退回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过了一年 县府秘书长表示 由于驱断征收必须在三年内公告 考量到公保区好不容易解编 加上机关用地的征收费 需要花费6.25亿元 并且经询问也没有机关单位有意进驻 因此为了加速公保区的进度 以及财务考量 才会把原本就是住宅区的机关用地 恢复为原住宅区编定 机关用地经过我们的检讨完之后 其实它里面1.2公顷 我们在检讨前 也问过我们相关的单位 包括罗东证公所 包括我们府内的各局处 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土地 其实是并都有回文 没有利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构想跟规划 再来这个机关用地 如果我们在这个驱断征收里面 要来用的时候 它不是无偿拨用 它必须要透过政府编列6.25亿元的 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来跟我们的这个重划 这个驱断征收的基金里面来购买 所以也就是说 政府透过驱断征收 是希望它可行 那如果说在驱断征收的这个财务计划 不可行的前提下 当然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财务计划的一些调整 县长林志庙对此案也已经指示 地震处紧述在近期内召开 公厅会广纳民众意见 实践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 再做出最后的决策方案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